我現在要繼續這本教材 好長的名字喔 Progressive Steps to Syncopation for the Modern Drummer 這本書的第二課 Listen to 當然照例我不能夠分享這個裡面的內容 但是我可以打給各位看 你練習的狀況可以跟我的演奏對照一下 第二課它有一個重點 我這樣看起來就是 大部分會強調unison這個動作 所謂的unison就是指 兩個以上的肢體對在一起 在同一個時間點 像是我的左右手一起 差一點點沒有很準 這個也準一點 大概像這樣的感覺 或者是右腳跟兩手的其中一個肢體 也沒有很準 好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子 那不一定是四支的特定拿兩支 所以說有時候可能三個肢體 有的時候在樂團的演奏裡面 可能是鼓手跟薩克斯風 或者是其他兩個樂手之間的演奏 當聲音必須演奏在指定的同一個時間點 這樣子的演奏形態 演奏的行為就叫做unison 有的時候我們直接說對點 那在音樂當中有時候unison是非常重要的 會標示一些非常讓人家比較有記憶點的一些旋律 所以unison最好是能夠大家盡量的整齊精準是比較好的 講到這個我還另外說明一下好了 那個四支獨立跟協調性的不同 很多人把它混淆在一起了 我說明一下這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協調性是指你的四支要一起合作出同一個旋律也好 或者是同一個rhythm 同一個律動 這種叫做協調性 例如爵士鼓有一種演奏的概念叫做linear 線性打法 這就是需要協調性 而不是需要四支獨立的能力 我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來說明 像有一個手法叫做paradito 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左 當我們在演奏這個手法的時候 如果你的兩隻手沒有辦法協調得非常好的時候 會變成也許該左手下去的時間 你的左手會早一點或晚一點 也許不是時間點的問題 也許是力度上的要求 它沒有辦法做出你的大腦所預期的那個狀態 那它就是不夠協調 那當然越接近你的大腦所預期的狀態 就代表你的這個手的協調性越好 它越聽從你大腦的指揮 你的不同的肢體之間的運作也特別好 換一個角度說明 如果我的右手跟左手的協調 在演奏paradito的時候 跟我的右手跟右腳演奏paradito 協調性可能就會出現落差 例如像這樣 跟這個 它的協調性其實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可能 手會來的比 手腳搭配來的好一點 我反過來好了 試試看 右腳跟左手 例如這樣子 就是說他們 一起 合作出一個固定的 一個目標的內容 這樣子的能力 叫做協調性 四肢獨立的能力 指的是你的四肢要分開來 像一個樂團各自演奏不同的聲部 這樣子的能力 例如我的右手 打出四連音 沒有第二個點好了 1 2 3 4 這樣子的點 例如 右手在穩定演奏出這個節奏的時候 你能夠用左手 或者是右腳 去打出別的 別的律動 或者是別的節奏 例如說 右手一邊打 我左手想著一個拍子是 哒哒 哒哒 哒 我右手跑掉了 哒哒 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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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樣的概念 總之 我們剛剛沒有做到 就是 兩隻手要能夠 分開來 各自去運作不同的 不同的節奏 然後能夠 聽起來是像兩個聲部 當然我剛說兩隻手 有可能是你的手 對你的腳 或者是四肢對來對去 這樣子的能力叫做 四肢獨立 所以它對於你的大腦來說 你要運作的是不一樣的 訓練方式也會截然不同 好 我有點扯遠了 我們現在來 回到這個主題 Lesson 2 它的內容 全部都是unison 1 2 3 4 等一下進入第二行了 來 1 欸 我直接就錯了 重來一次喔 1 2 3 4 第一行第三小節 第四小節 準備進入第二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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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小節 第三行 1 2 啊啊啊 第三行一開始 錯了一點 1 2 3 4 1 2 3 第四行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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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4 1 2 3 4 現在第七行 第二小節 第七行第三小節 第八行 1 2 3 4 1 2 3 4 1 2 4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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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K 那等一下還有一個16小節的練習要打 那我先說明一下剛剛第三行的第一小節一開始應該是修指服但是我不小心敲下去了這個練習除了我剛剛說的這個unison以外還有一點可以注意的就是我並沒有對節拍器我覺得在對節拍器之前還有一個能力更重要的是對於一個小節四拍的進行應該要有一個直覺所以我在練習的時候你會發現我一直在唠叨一直在唸 我會在唸第幾行第幾行啊第幾個小節甚至我可能會在討論一些我正在演奏的內容 那不管我怎麼唸 我的嘴裡可能已經不再唸1234拍了 但是我的心裡還是維持著1234拍這樣子的規律這樣進行的律動 所以即使我可能真的講別的事情可是這個1234拍是持續進行沒有間斷的即使這個拍子有一點晃動快一點點或慢一點點還沒有那麼要命就是重點是1234拍的這個直覺你要先把它養成我認為這個比節拍器對得很準還要來的更加重要 好接下來是在教材裡面應該是第七頁有一個16小節的練習我把速度加快一點 1 2 3 4 1 3 4 1 3 4 1 4 4 1 4 4 1 5 4 1 5 4 今天練到這裡囉 1 5 5 1 5 1 5 1 5